我们今天不要小乘了 直接入大乘行吗 放弃小乘直接入大乘 学大乘 不从我们这开始 唐朝中叶就开始了 可是人家小乘放弃了 他用乳用道代替小乘 所以他能成就 我们现在如也不要了 道也不要了 小乘也不要了 一开头就是大乘 所以学一辈子没成就 这个我们细心观察太多太多了 那怎么办 一定要回头 要补习 要卧铺 我们可以不用下乘 我们用乳道 我们采取乳的地磁规 道的感应片 用这两样东西代替下乘 就可以了 认真地学习 有这个技术 再学十三业不难了 十三业道是佛门的根基 无论出家在家 都是以这个为根本 采迦牟尼佛 在十三业道经里面想得很清楚 这个是三业 是人天法 身闻菩提 原觉菩提 乃至无上菩提的大根 大本 那你不从这就怎么信呢 这些根本是用树木来做比喻 树木它有根 本就是它的主干 那是本 它有根有本 它才有枝叶 才有花果 那没有根本怎么信 没有根本 那个花果 那是花瓶里面插的 我们现在一般喜欢欣赏花瓶 不知道真正去咋根 故事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定要从根本去修 如是到都要从根本 在中国过去 确确实实 老祖宗的教训 发挥很大的作用 几千年来 每一个朝代都有圣贤出事 在佛门里面有高僧 有高司 在家里居士 有成就的 为什么 根杂的好 有八月 稍管 盯 词